那这个题目是神与约瑟同在 神为什么会与约瑟同在 有时候你会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个题目 神与约瑟同在 那你会思想为什么 神会与约瑟同在 没有与我同在 或是神为什么会与我同在 这是为什么呢 对不对 首先我们知道 当我们来参加教会 我们应该信靠耶稣基督 对不对 当你信靠耶稣基督 这个是非常好 神赦免你的罪 你开始可以跟神一起同行 为什么 神可以开始与你同行 你可以开始与神同行 我们基督徒都应该了解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得救以后 你可以开始与神同行 神也开始与你同行 可是你没有得救以后 为什么神不与你同行 为什么 弟兄姐妹 青少年 朋友们 孩子们 明凯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是光明 圣洁 神不与罪恶同行 神爱我们 我们是罪的 祂爱我们 可是祂不爱我们 是罪的 就像 我爱雨晨 可是我不爱他抽烟啊 如果他抽烟 哦我的头痛 对不对 我烦恶 或者是他去往他打网 打网路打到翻页三四点 火了头头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他走坏路 神一样 为什么神与约瑟同行 不是因为约瑟长得帅 等一下你们看照片 不是因为约瑟体格很好 是因为什么 约瑟喜爱正直 喜爱良善 所以神知道 哦约瑟爱这个 我与他同行 借着约瑟 向世人展现上帝的能力 哦这个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喜欢神与你同战 你应该与神一样 对不对 走在光明里面 神就可以借着你 向世界上展现 他的圣洁 对不对 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是世上的光 不是我们靠我们的好行为 靠我们的能力 靠我们的长相说 哎来教会 而是我们依靠圣经 我们知道圣经教能做什么好的事情 我们做 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 我们反映出主耶稣的光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约瑟专心的依靠上的 当约瑟专心的依靠上帝 他会做什么 做好的事情还是做坏的事情 好的事情 对不对 在他成功的时候做好的事情 还是在他坏的困难的时候做好的事情 都做对不对 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愿意做好的事情 我们来刚刚我们读诗篇的时候 八十诗篇 十一到十二节 他说神是日童 是盾牌 神能够赐给我恩惠 各样的恩惠 弟兄姐妹 当你走在你的人生道路上 你不用为自己 专心的求什么成功荣誉 你只要专心的依靠神 做你每天该做的事情 神就能够赐给你恩惠和荣耀 约瑟就是这样 等一下你可以看约瑟的生命 约瑟没有 为了要考第一志愿 他很努力读书 我就是要凭着自己的聪明 考上第一志愿 没有 约瑟每一天做他正确的 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你们学生呢 一样 你不能说 我依靠神 然后每天 不要做什么事情 没有 你每一天该做家事 你要做家事 该读书 你要读书 该写功课 要写功课 该上学 要上学 这是你应该做的 你就可以看神怎么祝福 对不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 专心的依靠神 神就 他说什么 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神特别看顾 行动正直 对不对 所以他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什么样子的人 称为有福呢 依靠神 依靠神 我跟你讲 现在现在很多社会 依靠自己的身体 对不对 哦 很多年轻男生 依靠自己的帅气 对不对 对 很多女生喜欢他 他很快乐 对不对 很多人 依靠自己的成就 他很开心 哦 我做到总经理 所以我才会明天开心 有的人依靠自己的钱财 对不对 还有的人依靠自己的家庭 弟兄姐妹 这个没有说不对 但是这个是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 抓免养慌恶俗 最重要的我们来依靠神 你如果依靠神 有时候你在这些东西上面失去了 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 约瑟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 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六十八篇 六十八节说 你本为善 所欣的也善 求你将你的律力教训 我们每个礼拜来参加教会 当牧师 用圣经给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神是完全良善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应该做什么 你们应该了解 对不对 我们应该跟上帝一样 我们应该每一天 在我们生活里 不管我们在困境 或者是顺境 或者是平安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做善 不做恶 神就必与我们同战 不是喊口号 对不对 很多基督徒喜欢喊口号 以马内利 神与你同战 可是牧师查看 你的生活是这样 怎么会叫以马内利呢 如果是我 我也不要以马内利 我也不要跟你同住 何况是圣洁的神 对不对 所以当你说以马内利 是不是你应该圣洁 这个是很重要 神是善的 圣经都从旧约到新约 神是完全良善的 他不可能跟你做恶的人 一起同在 所以神与约瑟同在 为什么 因为约瑟的思想 他的行为 他希望做好 不要做坏的 那今天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 因为他很长 他的故事很长 在创世纪三十七章 一直到五十章 所以今天牧师的 主要的思想是 我们 牧师讲 约瑟的生命 他的生命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你们可以思想 约瑟受得了这种 起起伏伏的生命吗 在你的思想里面 有时候你考第一名 有时候你考最后一名 有时候你考第一名 有时候你考最后一名 你能够接受 这样子的起起伏伏吗 曾经有的 我一个亲戚 他从第一名掉到第五名 他就不能接受了 约瑟从第一名掉到最后一名 又从第一名 又跑到第一名 又掉到最后一名 约瑟的生活是起起伏伏 所以我们大致上来看 这几个生活的故事 那在这些故事里面 约瑟选择做什么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章就是 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产衣 创世纪37章 如果你可以的话 请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37章 第32节说 约瑟17岁的时候 与他们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个童子 与他父亲的妾 替他其叛的儿子们藏在住主 约瑟将他的哥哥们的恶行 包围给他们的父亲 约瑟原来爱与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 过于爱他的种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产衣 这里有两个部分我们应该来看 第一个部分是约瑟几岁的时候 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在一起 17岁 17岁表示什么 你们是 他是一个青少年 对不对 高中二年级 现在有 高中二年级的 你可以看到他跟他的哥哥们一起 约瑟做了一件事情 他将他哥哥们的恶行 报给他的父亲 所以约瑟决定了做什么 做正直的事 弟兄姐妹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在学校里面 同学们做坏的事情的时候 你与他同行 还是你知道这是不对 不要与他同行 约瑟知道 他哥哥们做了这些事情不完 他不要 所以他才把他曝光 对不对 那是约瑟要伤害他的哥哥们吗 我想不是 是约瑟喜欢他的哥哥们跟着 有时候师母召售我 我说 你不要加那么多朋友的没有等 那我知道心里面不是 师母责备我 而是师母喜欢我 跟着 对不对 有一些不好的拿掉 留下好的 这个是约瑟心里面想 他希望哥哥们都做好 所以弟兄姐妹 亲爱的孩子们 你觉得 几岁 你决定你要做正直的事情 那是大人的事吗 你如果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诚实的人 有美宁的人 许爱真实真理的人 你要几岁开始 有时候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 等我快要见天堂的时候 我再来开始 反正信告耶稣 都可以进入天堂 真的吗 对不对 你看约瑟选择 从小就开始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 从你现在 当你听见福音的时候 我愿意开始做一个正直良善的人 不要因为其他的原因 对不对 我们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所以我们在周报里面 牧师有用约伯记 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说 乌师弟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金贵神圆一二十 哇 孩子们你们在学校你们不要以为说 哦为什么这只有我讨厌做这个坏事 不好孤单 没有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 不要不爱做坏事 他喜欢做正直的事 只是他没有在里面 你看约伯 约伯因为他爱神他做什么事情 不要做坏事 他不喜欢做坏事 他要做美善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神是美善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看我们自己 哦为什么我们给自己借口 跟这些人一起做不好的事情 不要对不对 我们应该做好的事情 所以约伯决定了他不要做坏事情 在他十七岁 甚至他更小的时候他就决定了 所以他的父亲特别爱约伯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约伯做正直的事情 圣经是告诉我们 雅各特别爱约伯 因为他是他喜欢的老婆 所以约伯在他的弟兄里面 是不是他是一个荣耀的 哇爸爸爱我 所以爸爸爱你 你就可以不要做坏事吗 爸爸爱你 爸爸给你零要件 你可以不用读书了 你可以出去外面玩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不是好事 这个不是好事 对不对 爸爸爱你 这个很好 可是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 对不对 你应该想 哦我的本分是什么 我应该做家事 我应该读书 我应该认真 约伯是不是这样呢 是 约伯喜欢做没善的事情 不是担心有的人忘记这个约伯的他的生命 我们都了解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祝福 对不对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 雅各 雅各生了几个孩子 男生 十二个 十二个 分别他有四个老婆生了十二个孩子 那约瑟是排第几个 十一 排第十一个 对不对 所以约瑟是比较小的 所以当你比较小 你有没有理由说 啊因为我比较小 所以我可以 我没有做家事吗 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这个是不好 对不对 我们应该做好 不管我们排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都应该做好 不要因为是爸爸爱你 你又是小的 所以哥哥姐姐都帮你做完家事 你都可以不用做 对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有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对不对 不能因为我们是谁 什么身份 我们就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创世记三十七章说 他的哥哥们去放羊了 然后再来呢 约瑟三十七章十三节 以色列 约瑟的爸爸就对约瑟说 你的哥哥在事件放羊 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 他的爸爸叫约瑟去做事情 对不对 他的爸爸爱他 他可不可以拒绝他 我相信可以 你可以看现在的社会都这样 如果爸爸妈妈爱你 叫你做洗碗 哦哦好累 爸爸妈妈就自动帮你洗 因为他爱你 对不对 所以特别容易给借口 在这个世界上 我看很多的孩子们都是这样 如果爸爸妈妈爱你 你几乎什么都可以不用做 反而呢 那我要手机 有手机了 这手机不好 我不要这种的 我要iPhone 可能就iPhone 爸爸可能跟你说 不行哦 卡iPhone你要考前五名哦 脸就很臭 然后呢 没有考前五名 爸爸爱什么iPhone 为什么 但是这个是好很好 弟兄姐妹 你要了解 这样子的孩子心里的思想是恶的 他不是善 如果你是喜爱良善 你应该了解 我现在可以得到神 对不对 爸爸妈妈给我饭吃 哦这个是感谢神 对不对 这个是好的 那爸爸妈妈说不行就是不行 那你看 约瑟说什么 爸爸爱他 可是爸爸现在对约瑟说一件事情 去找你的哥哥们 刚刚我们不是说 他的哥哥们喜欢约瑟还是不喜欢约瑟 不喜欢啊 你一直讲我的话 把我的坏事都讲出来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 对不对 所以他的哥哥恨约瑟 想找机会修理他 可是 约瑟的爸爸说 约瑟你去找你的哥哥 约瑟不会思想 你会想那一群哥哥很可怕 你等一下去被他修理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思想这样 会对不对 那你的决定是什么 听还是不听 约瑟知道 神在那心里面有良心 他应该听从父亲 所以纵使他不喜欢这个任务 约瑟说 我在这里 爸爸叫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爸爸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好的 约瑟听他的爸爸的命令 就去找他的哥哥 并且他的爸爸告诉约瑟说 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在那边 平不平安 回来告诉我 所以约瑟就出发了 对不对 结果呢 你们就了解 当约瑟走到他哥哥附近的时候 他们的哥哥 讨论什么事情 那可恶的弟弟来了 对不对 每次都把我们坏事情跟爸爸讲 现在机会来了 他们做什么事情 想要杀约瑟 弟兄姐妹 可见 约瑟真的把他们哥哥们的坏事都跟他的爸爸讲 对不对 以至他的哥哥在那边生很大的气 他的哥哥们说 来吧 我们将他杀了 就在一个坑里 我个十二个孩子里面 有人选择了做善 有人选择了做恶 有恶 跟我们的世界一样 为什么 基因吗 说不过去啊 对不对 突变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选择 你可以选择做善 你也可以选择做恶 约瑟选择做善 哥哥们选择 杀了 这个坏蛋 对不对 竟然把我们的坏事情跟爸爸讲 不讲就好 不行 弟兄姐妹我们该了解 有一天神会在审判台公布我们所有的恶行 所以 你可以看到 约瑟从什么 他爸爸的最爱 他爸爸还给他做了一件财意 他在家里一定很舒服 对不对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爱你 你在你的家里一定很舒服 为什么 你的爸爸不会随便的来修辱你 或是给你麻烦 对不对 但是呢 后来他的弟兄们说 啊 我们还是不要杀他好了 就把他卖给伊斯玛利人 有一些店的商人经过 哥哥们就把约瑟总坑里面拉上来 用二十块的二十色的银子就把他卖给了商人 哇 那你可以知道约瑟变成什么 奴隶了 他被人口贩子买走 他就变成奴隶 他变财产了 哇 你可以思想 你从你的爸爸 你在你的家里面是最 你是 你是 大家最疼你的 突然 你被人口贩子买走了 你变成奴隶了 你的生命变成怎么样 你还有未来吗 所以牧师思想 约瑟的人生是不是掉到谷底 是 以他孩子的时候 他觉得他是一个在非常好的生活 对不对 现在 他离开父亲 离开家庭 并且呢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并且他的身份是最低位的人 是一个奴隶 奴隶 人家用多少钱买我都可以 对不对 哇 所以约瑟圣经告诉我们 他被卖到哪里 埃及 对不对 卖给谁 卖给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波提法 卖到波提法 波提家 波提法家 他卖到他那里 波提法 跟他说 耶稣你是我的最爱 有这么白目的 或者是有这么 这么智商这么低的 护卫长吗 他是 弟兄们 我们可以看 他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他不是普通人 所以约瑟 在那边当奴隶 你可以了解 约瑟 每一天 哀声叹气的吗 唉 我的人生怎么这么倒霉 对不对 我的根根本真怪真猜 有一天我看到他 我要报复 然后每一天 主人叫他做事情 他就随随便便把他做完 没有 圣经说什么 约瑟办事中心情了 对不对 所以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神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百事喔 所以意思是什么 神与约瑟同在 就是约瑟做每一件事情 他心中思想都不是恨 都不是随便 都不是粗鲁 你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 有一件事情是粗鲁吗 没有 有美名的 诚实的 可爱的 你要做这些事情 让你的上师说 喔 你做得好 这个是让他喜乐 对不对 这是可爱的事情 约瑟就是这样 他喜欢把他的事情做好 所以上级会说 他的奴隶 他还有上面管他的 对不对 他说嗯 你做得很好 对不对 甚至这个事情 慢慢的传到他的主人耳朵 这个新买来 这个奴隶 过了多久以后 他就 喔 埃及话说得很好 事情办得很好 所以他才说 百事顺利 只要事情交给他 他就做得很好 以前我小时候 我不会做事情 老师叫我 去找一个 隔壁班的老师 结果我就出去以后 喔 我不好意思 去找我那个老师 我就又溜了去 溜去了 溜去了 晃一圈 要回到小师 我办事不利 这个是不好 对不对 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 约瑟他办事 顺利的意思就是 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这个有什么结果 如果你做这样 当然他的主人 非常开心 他说 约瑟 不错 你小姐妹 亲爱的孩子们 在你的每一天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思想 把你的工作做好 我们思想 我们思想的不是 我要考第一名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思想的是 我要把我的书 读好 把我的工作做好 为什么 爸爸妈妈不会担心你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去上学 你也不用担心老师 你可以交差 那我们 在社会上工作的 一样 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我们的老板 他觉得 你的表现非常好 不为别的 为的是 圣经告诉我们 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应该 诚诚实实 还有 我们应该 有美丽 我们应该 做可爱的事情 可爱的事情 就是把你 我们的职份做好 就是一个可爱的事情 所以最后 哇 约瑟做了这么多事情 帮他的主人 增添了这么多的财富 他的主人就说什么 所有都交给你好了啦 对不对 因为你是我最信靠的仆人 所以 弟兄姐妹 约瑟被 本来是在他爸爸家 是他爸爸最爱的一个孩子 对不对 结果呢 因为他的哥哥恨他 把他卖给 这个米店的商人 他变成了奴隶 奴隶以后 他进入了 波提法的家里面 哇 后来他又高升到了 管家 最高的管家 他的生命第一个轮回 对不对 那 约瑟在他做管家的时候 他做什么 现在我是管家了 在圣经里面 一个聪明的管家 对不对 他开始勾结其他的谷群头挡 然后开始放松他自己 约瑟这样吗 没有 没有 你可以看 约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甚至他把体格也练好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 就是因为他把事情都做得太美好 主人的老婆 哇 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 对不对 他实在是做得太好 以至于这个祖母 哇想坏的事情 祖母来引诱他说 哇 你跟我同情吧 如果一个人成功顺利 孩子们 弟兄姐妹 你可以看这个世界上 很多成功顺利的人 他是不是能够抵挡诱惑 前阵子很多艺人 他们很有名的艺人 新闻把他们挖出来 他们败坏的生命 这些不是不有名 这些都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艺人 他们的生活败坏 可是你看看 约瑟他又做到了一个人生 又到了一个很好的 顺利的地方 可是坏事来引诱他 祖母勾引他 他说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的决定是什么 不要 他说 约瑟说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他想的不是他的工作 对不对 我现在是管家不可以 不是 而是说 这个是坏 我不喜欢得罪神 所以弟兄姐妹 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说 你要喜爱真实的吗 神就告诉你说 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神说的 可是这个世界上告诉你什么 你喜欢就去做 追求你的人生 这个是假的 神不要你乱买 所以约瑟爱神 他知道说他不应该随便的跟祖母发生关系 对不对 这个是不好的 他应该保持圣洁 那孩子们 现在你们都可以看到 我小就交那女朋友 国中就交那女朋友 大学也交那女朋友 特别严重 有时候牧师走在 那个十字路口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的眼睛 应该张开还是闭起来 对 十字路口有时候有一些年轻人 你看 就是在十字路口那边涌放 亲吻 那实在是 那个画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神 是给我们婚姻是圣洁 神不是说我们不能看见他 可是你应该圣洁 对不对 我们是为了结婚 神 用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结婚 你看 祖母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啊 他的老公是波提法 他应不应该去勾引约瑟 不应该 对不对 还好约瑟爱神 他知道我不可以得罪神 如果我被引诱了 我得了臭名 祖母呢 难道祖母说不关我的事啊 他是奴隶 祖母一样得了臭名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坚固 就是除了你自己有美名以外 你也不会代表别人 伤害别人 所以有一些言论是伤害自己 又伤害别人 这个世界上的自由论者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真理放在他们的心里 但是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又没有得罪别人 错 你得罪神 你又伤害引诱你的人 你引诱别人的人 对不对 你说我们去看色情网站 又没有问题 你自己得罪神 你的朋友跟你一起看 他也得罪神 这个是很严重的 在牧师看这个是很严重的 所以如果有人 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沾立的稳呢 两方面都保全 对不对 所以约瑟有没有做非常好的事情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你应该看 接下来看你就知道不容易 哇 这个坏人 对不对 祖母 想尽办法 想要得到她所要的 这个世界不就这样吗 很多人都想尽办法得到自己要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跟他们一样 我们应该得到要的是主耶稣基督 对不对 我们应该在真理上站立的我们 所以有一天 祖母就趁着没有人的时候 哇 机会来了 看你约瑟跑哪里去 对不对 但是约瑟知道不行 所以最后约瑟把衣裳丢在 因为他抓住他 所以他知道金蝉脱壳 对不对 跑走了 哇 跑走了 你以为跑走了就没事吗 祖母生气了 对不对 生气了 所以弟兄姐妹 亲爱的孩子 不要以为 有时候 我们做好的事情 就一定会受到赞美 有时候我们做好的事情 自己一样有不好 有时候 别人可能伤害我们 所以祖母 圣经告诉我们 祖母就来诬陷约瑟 烦咬他一口 对不对 说约瑟想要 这个 这个怎么讲 弃犯我 哇 这个事情严不严重 严重 他老公 他老公是谁 护卫长 耶 菩提法回来了以后 祖母跟菩提法讲说 老公 这个约瑟想要 侵犯我 如果你是他老公 你怎么想 你还听人家约瑟的解释吗 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约瑟解释什么 对不对 这下约瑟还能够继续当中总管吗 当然不行 约瑟下见了 摩提法气死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小看一件恶事 对不对 一件恶事伤害了自己 伤害了别人 约瑟没有做坏的事情 可是因为别人作恶 他必须受够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基督 因为神爱了我们 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 主耶稣为我们受够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当你做好的事情受够 不要害怕 神必嫁给你力量 我们不要做坏事受够 我们有时候做好的事情也会受够 但是不要怕 为什么 你看 约瑟又下奸牢了 这是第几次当掉到人山谷底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怎样 被哥哥卖了 他在坑里面 听他的哥哥讨论说 这个小子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他 约瑟在坑里面哀求 哥哥们 说不要啊 不要这样 帮我出去啊 结果他哥哥说 好 那就把他卖走 对不对 这一次我们没有看到约瑟在讲什么 他第二次掉到人山谷底 约瑟在监导里面又没有埋怨 上帝啊 你这是不公平 不公义的神啊 我有哪一件事情做不好呢 对不对 为什么我又发生这种事情呢 没有约瑟 没有看到约瑟抱怨 约瑟一样做正直的事情 很难对不对 很难对不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设立教会 神知道这个很难 所以我们必须每一个礼拜天 每一天或是看圣经 你就知道做正直的事情不容易 这个世界有上帝 还有什么 魔鬼 第一 创世纪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 伊甸园里面很美好 第三章魔鬼出来 对不对 这个世界神爱你 谁恨你 魔鬼 魔鬼 为什么魔鬼恨你 他要伤害你 所以 约瑟本来穿上了财衣 结果被他哥哥们丢到坑里面 卖到埃及 现在他好不容易 蒙福了 哇 又被祖母诬陷 结果又下到了更低的地方 尖牢 尖牢 他不能想到海边去散步 就去散步 他今天想要吃什么早餐 去哪里吃早餐 可以吗 不行 他在监牢 当总管的时候 或当奴隶的时候 有时候他可能还有礼拜天休息 对不对 可能 监牢他就是房地更小了 他就只能在那边 约瑟没有埋怨神 也没有放弃他的人生 约瑟一样在监牢里面做政治的事情 为什么 圣经给我们看 约瑟在监牢里面做什么 他帮助别人 对不对 圣经 甚至圣经给我们一个故事是 约瑟帮 两个人解梦 一个是什么 久证 一个是善杂 对不对 有一天约瑟看到他们两个人 有愁容在那边 约瑟就去关心他 弟兄姐妹 有时候你喜欢关心别人 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冷漠 对不对 人不喜欢关心别人 甚至我说打开门的时候 看到对方的时候 他也不打招呼 现在世界开始变成这样 约瑟看见这两个人面带愁容 他就问他说发生什么事 诶 久证就告诉他说 就是因为昨天做了梦 对不对 约瑟说 神能够解梦 为什么 他可以这么说 因为约瑟了解 神与他同在 神是与他自会 所以久证就跟他讲说 我昨天梦见一个葡萄 树上面长了三串葡萄 然后都成熟了 所以他就挤了葡萄之地给罚了 所以约瑟就告诉他 这个梦的意思是 三天以后你会怎样 官赴原子 你就出去了 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 你会心里面感觉 很开心 非常开心 对不对 一定很开心 哇 扇长在旁边也很愁 对不对 因为他也做了一个梦 所以他说 那你也帮我解梦 对不对 那扇长就说 哇 我呢 昨天梦见了 头上有三框的这个 这个白饼 因为他是做膳食 扇长厨房的 所以他说 诶 可是呢 有黑鸟来 把这个食物给吃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接着凭着神 告诉他的话 说这个事情更不容易 不容易 他告诉三框说 三天后 你的性命不妨 法老将要杀你 很难听的话 你愿意跟你同事讲这样吗 三天之后 老板 不要把你盖住 可是约瑟没有说谎 对不对 约瑟不爱说谎 所以约瑟只好告诉这个三框 可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吗 发生了 正如约瑟所说 为什么约瑟可以正如约瑟所说呢 因为约瑟心里面的了解 神与他同在 是给他智慧 所以不是凭着他的智慧解答的 而是神告诉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因为从小 神给约瑟做两个梦 对不对 所以约瑟知道神 神告诉他一些事情 都是正确的 所以约瑟决定了听从神 所以弟兄姐妹 亲爱的孩子们 圣经告诉你们 这都是正确的 你愿意听从神吗 这是很重要 不管好的 我们喜欢听的 就像久证 三天以后 我就高升了 当然我们喜欢听 三天之后 我们就过产了 哇 我们愿意听吗 如果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听 有个不管好的 不坏的 我们都应该听 所以三天以后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两个人就按照 约瑟所解的梦 一样完全的应验 那有一天 再来换成法老做梦 法老做的梦 非常可怕 我就是七个光年跟灾年 所以没有人能够解法老的梦 记得吗 没有人能够解 法老说有没有人 他们说 我没有办法解 这个梦太奇怪了 法老也生气了 怎么办 这时候九正就想起了约瑟 跟法老说 有一个年轻人会解冒 所以这时候 上帝就使约瑟出监牢 哇 约瑟在监牢蹲了多久 圣经没有讲很清楚 对不对 没有讲很清楚 可是有一天 约瑟就离开监牢 为什么 是法老的功劳吗 是上帝的功劳 对不对 上帝能够使约瑟出监牢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顺利的时候 我们要听从神 当我们在谷底的时候 我们不要弃你神 能够带领我离开困难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要有这样子心理的准备 对不对 上帝使约瑟出监牢 当然出监牢要做什么 他要帮法老解梦 对不对 法老告诉他 我有做了一个梦 没有人能够解 但是我听久证说你能解 那约瑟会回答什么 我很厉害 没错 嘿嘿嘿 我的智商高达168 像某个选记的人 讲成这样 没有 约瑟说什么 神必能将平安的话回答你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神 对不对 他没有害怕 在法老人面前提说上帝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害怕 对不对 我们害怕了 跟人家讲上帝是爱上帝 弟兄姐妹 约瑟说神能够回答你 约瑟有没有害怕 法老说 我最讨厌人家提到上帝了 我不是侍奉上帝的人 你现在又再给我回去监牢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你去看看但依理书就知道了 对不对 谁敢在 尼布甲尼撒王前面随便乱说话 对不对 可是就是有三个人 喜欢 对不对 不害怕 因为他侍奉神 所以我们一样 神会加给我们勇气 在法老的面前 在什么人的面前 我们不害怕感谢神 所以法老 约瑟在法老面前 他告诉法老 这是神的能力 才能为你解梦 所以法老听了这个解梦以后 心里非常开心 对不对 非常开心 所以 法老就对约瑟说 说神把这事指示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聪明有事 哇 约瑟不需要说自己是智商一六八 他只忠心的将神告诉他的事情 他忠心的去做 结果法老觉得你是最聪明的 你是最有智慧的 对不对 所以法老决定什么 高升约瑟 高升约瑟 哇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侍奉神 我们就没有害怕我们的明天 对不对 神有办法 帮助我们成为好的 也能够在困境中 也能够拉扎 帮助我们 所以 到底是法老高升约瑟 还是上帝高升约瑟 弟兄姐妹 在你们心里面 你们应该要有一把尺 是老板重用你 还是上帝重用你 你应该在你的心里面要有一把尺 归给谁荣耀 如果上帝高升约瑟 你应该归给上帝荣耀 对不对 约瑟 归给上帝荣耀 他怎么归给上帝荣耀 我们来看 约瑟的人生 起起伏伏 对不对 他从爸爸的最爱 结果被哥哥卖到埃及 变成奴隶 他又从奴隶 到波提法的家中的大宗官 结果又被污陷 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被他的哥哥们 他没有做坏事 可是被他们哥哥们卖走 第二次他又没有做坏事 却被祖母污陷 变成了阶下群 第三次 他又爬到了人生的顺利 成为埃及的长相 对不对 很多人高生了 他能够处丰富吗 你记得腓立比书第四章 十二节保罗说 我能够处丰富 也能够处什么 悲戒 或有余或缺乏 保罗都得到一个秘诀 什么秘诀 依靠神 不看这个世界 有的人呢 有钱了以后他开始 哇 花花世界来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跟随世界 我们不管人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的不是这个世界 我们看的是神 所以约瑟能够处丰富吗 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圣经给我们看 约瑟做宰相的时候 他积极地做各样的上司 因为他知道什么 神给他一个任务 七个封连 他要收据各样的东西 为什么 再来就七个灾影 弟兄姐妹你想一想 时间到了吗 还没 以前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 如果你现在一读书以后 你的日子就 就不好过 所以牧师听 对不对 我积极地预备 那后来当然 牧师有一个好的工作 我感谢你的父亲 上帝一样 上帝告诉约瑟 七个封连 再来是什么 七个灾影 约瑟享受七个封连 每天奢 奢华厌热 太好了 什么东西要吃 什么都有 结果再一年来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吃完了 约瑟就 羞愧了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约瑟怎么处丰富 他知道 在封连的时候 他还是需要积极做各样的善事 他做了各样的善功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四十一章 告诉我们约瑟什么 积蓄五谷甚多 如同海耶德撒 无法计算 因为谷不可生数 弟兄姐妹 注意看到这是约瑟 不是法老 法老呢 他跟波提法一样 除了吃饭 什么事都不管 这是神经讲的 不是讲的 约瑟因为他知道 神的话必定会怎么样 成就 所以他是一个积极的人 他每一天 把这些工作做好 这是很重要 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我们都应该心里面要预备好 我们应该积极的 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会有什么结果呢 你不用害怕明天 对不对 圣经给我们看 这些儒存粮食的工作 后来帮助了许多人 对不对 各地的人呢 当时饥荒片满天下 约瑟就开了各处的舱 跳梁 跳梁给埃及人 埃及人 连埃及最富有的人 他们也没饭吃了 所以他必须要向约瑟买 圣经告诉我们买到什么程度 连自己都卖给约瑟了 你跟他看 弟兄姐妹 你跟他看 当时候 神与约瑟同在 有没有跟埃及人同在 没有 因为埃及人思想的是他们的偶像 偶像有没有给他们聪明 你七年要赶快囤积啊 没有 以至于埃及人 很丰富的七年过完了 没有多久 他们就没有饭吃了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卖了田地 卖了他们的牲畜 结果还是撑不过七年 怎么办 只要把自己卖给阿罗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 约瑟那里里里里里 哇 弟兄姐妹 圣经说的都是真的 只是你听或者是你不听 听有什么结果 约瑟帮助有很多人 包括他自己 圣经给我们看 他也帮助他的爸爸 安靠了其他的兄弟 变成大团圆 对不对 圣经告诉我们 当你信靠耶稣基督 以后你会怎样 进入天堂 对不对 享受永远的喜乐 如果你不信耶稣呢 你将下到地狱去 永远通 你说还早啦 还早啦 弟兄姐妹 法老的梦七年 每一天都是有饭吃 好 说什么都容易 对不对 他们有想到 再来 再来会 会饿到 饿到什么东西都没得吃吗 会饿死耶 他们有想到这个事情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 他们为什么没有想 因为这明明就说 法老的梦已经给他们听了 对不对 七个花 七个丰收年 再来七个花年 为什么只有约瑟一个人记住呢 你给他看 为什么 漂亮给埃及人 埃及人应该听过 约瑟的故事啊 对不对 约瑟从一个 希伯来人 变成了他们的宰相 难道他不知道 他的解梦的故事吗 我不相信 他一定了解 听过 七个丰收年 七个花年 他们应该听过 可是为什么他还是去买 需要把自己卖给 埃及国王的弟兄弟 不可以死心 他们没有真正的把这个花放在他的信拜 哦 我知道 圣经 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有预备 有预备吗 呵呵呵 这就是这样 两弟兄说的 我们应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当你听了上帝的话 你应该应用在你的生活 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 约瑟从小他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爸爸爱他 结果呢 哥哥们恨他 他掉到了谷底 对不对 后来约瑟又高声 成为管家 后来又被诬陷 下到监牢 后来呢 就是被导致 哇 约瑟的生命很精彩 但是你一定不想要这样子 对不对 呵呵 约瑟为什么能够 能够处丰富 又能够处卑贱呢 处有余 又处缺乏呢 处顺境 又能够处逆境呢 因为约瑟知道神是最重要 环境不是顶重要 神能够在每一个环境 祝福他 你记得 圣经说 神与约瑟同在 约瑟就怎样 百事顺利 对不对 百事顺利 然后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 他说 耶华 是日投 是盾牌 要施下恩惠和荣耀 他们要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他行动正直的人 所以如果你想要心中有稳定 或者是有永远的平安 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你应该每一天都知道神是最重要的 环境当然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 你不一定你要很有钱 你才开心 但是你要了解 我有上帝 我就可以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不用担心明天 明天上帝必须 我有预备好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应该像约瑟一样 约瑟不管在什么时候 他决定了做善 不做恶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觉得 你知道神是善的 你每一天愿意做善 不做恶 神就必与你同在 耶明 约瑟在他做孩子的时候 在他做管家的时候 在他做囚犯的时候 在他做宰相的时候 他都一样做善 不做恶 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应用在 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 神就必适平安给你 请我们一起低头答案